主導您好,很高興見到您。 現在有幾個關於口梯方面的問題想排訪一下您。 沒問題。 好,謝謝,謝謝。 我們可以坐一批。 我們可以坐一批。 OK,那是完美。 請您告訴我們您的姓名、職位。 還有您是甚麼名字嗎? 我們是中國農業科技演藥州的委員務所。 我叫財學峰,是這個所長。 謝謝,財學長,您好。 您能告訴你,你們都會在過去開發如果將來的一次正確尤一直在emary土地爆發。 中国控制投资有一个基本的政策 这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政策 那就是以免疫为主的综合防治投资 所以以免疫为主就是以屠杀为主 屠杀的数量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数量比较少的 但是我们这个免疫是目前从2002年到现在 一直采取了100%的免疫的防疫权 这个措施很有效吗 目前来说应该说很有效 最近这几年我们中国发生的疫情显著减少 很好谢谢 很高兴听到这个结果 那您觉得是在将来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进一步控制投资 投资的这个传播在中国 不是在这个亚太地区 按照我们现在政府呢 现在正在制定这个政策 但是呢 我们专家基本是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就是说呢 要彻底的控制或者消灭投资 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我们现在基本的方略是从总区厂开始进化 然后逐渐的由总区厂扩大到这个 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生产厂的 那么然后呢再扩大到农村 有人说从总区厂到规模 这个畜牧场到这个各几四亚的广上农村 我们逐渐的向外来扩展 同时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非 叫做什么呢 叫无特定医病区 无特定病原医病区 然后在这个医病区里面 我们这个 这个 公共厂议规定的 那些 遗类病都不允许 所以是这样的话 对 通过这个疫病区 这个这个非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 无特定医病区 来 来带动 整个国家 重大疫病的防控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刚才您已经回答了一部分了 就是说我们 就是在您看了 我们国家必须做什么 采取什么措施 来监测口梯 来采取 达到口梯的监控 和病毒的定型 和病毒的定型 这些方面呢 现在呢 这个 中国政府在 口梯疫情的监测上 采取了 非常好的措施 除了我们实验室 做的工作之外 各个省一级的实验室 每年都要 采集大量的样子 每年每个按月 采集大量的样品 然后进行检测 检测以后把这个结果 要报给同学部 它主要是检测两个结果 一个是 在我们现在 在这所有的监测区域之内 是不是有隐性带毒的 比如说 吃气感染的 有没有感染病例 这是一个方面的信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监测 我们现在的免疫防疫措施 是不是很到位 是不是达到了政府要求的那个水平 所以说这是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另外一个措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政府呢 准备制定一个根除口气的计划 就是说呢 从总需厂开始 到这个 到集中大规模的饲养厂 然后再扩展到农村 通过无规定疫病区 带动全国的 各种重大疫病的 这个控制工作 谢谢很好 还有在病毒定型方面呢 您觉得现在有个技术 需要做一些什么措施 到目前来说呢 从目前病毒定型 我们所里边完全有这个能力 对口梯的 在中国流行的这几个型 都能够进行定型 从历史上来说 目前 中国已经发生的这个口梯 就是O型口梯 A型口梯 和亚洲一型口梯 那么这三种口梯的定型 我们的技术 完全能够满足定型要求 现在 亚洲一型口梯 必须通过我们这来对行 O型口梯呢 需要在省机实验时 就可以对行了 那么现在呢 根据最近几年 我们国家疫情发生的情况 我们国家的疫病 越来越少 口梯的这个 case 越来越少 因此呢 准备把O型的定型 也全部收归到 国家参考 现在是在技术定型 嗯 很好 记得上 给您回答中所有的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